父母 养育我们 不管什么姻缘来说 他对我们有恩 纵然是抱怨来的 他如果要学了父 学了圣贤的教会 他明白了 过去生中虽然是 有不善的脸 这一生当中 父母养育你 没有父母 你从哪里来 如果这一生当中 你学到圣贤的教育 你学到佛法 那父母的恩就更重了 所以杀害父母 经上讲的 必入地狱 不宜 你决定入地狱 那么翻过来 孝顺父母 世出世间 第一德 第一善 佛法家 这人善根 这人善根深厚 世间法也不例外 深厚的善根 是孝顺父母 禁中的典七 关无量寿佛法家 今夜三福 第一句就是 是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 是地业德 那杀害父母 是第一大罪 清理不容 那法律不许可 可是现在的法律 对于杀父 对于杀父杀母 刑法也减轻了 在古代的法律 不是这样的 古代法律 如果杀父杀母 决定是死刑 没有患心的 没有赦免的 急悟不效之罪 对于杀父杀母